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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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9月29日是藥师佛诞辰 基隆次云寺举办法会 信众前来祈求藥师佛的庇佑 满洲的贡品是一份份的心灵寄托 每年的农历9月底 要祝我圣诞千秋 很多人来答谢 来拜拜 好多鲜花好多贡品来答谢 要说我是非常灵敬的 保佑大家平安身体健康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来答谢 位在药师殿的药师佛像慈悲庄严 佛像高约三公尺 由章木雕刻而成 两旁是日光菩萨及月光菩萨 栩栩如生 佛像上的装饰精巧 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这个药师佛都是保佑大家平安 我们一落成一化 很多人马上都满了 药师佛日光菩萨及月光菩萨 此眼示众生给予大众心灵温暖的力量 今天是药师佛的圣诞 我就代替我的家人一起来礼佛 那其实因为我本来又住在安乐区 所以慈云是大大小小的神 他们不管圣诞也好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重要日子 那我都会来这边特别来拜拜 祈求平安 在药师殿旁有文物馆 记录着慈云寺与前主委的故事 药师殿旁也供有药师灯及药师公灯 一盏盏闪烁着光明 祈求在药师佛的庇佑下 灾害与病痛尽快解除 人人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 记者蔡孝君 基隆报道